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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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鞋子要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比较完整的 这边咱们基本上在咱们课款是这样 它一个是模仿咱们凯书的这种书写 另一个比如说咱们也可以从古代这种经典 背帖当中选取一个范本 比如说你选这个小凯啊 比如说这个王国其实这个小凯 或者是中流的比如说喜欢做和 中流的或者是喜欢这种随堂时期 这种鞋子都可以 这都可以作为咱们课款的范本 也可以把形草书啊 历书啊 这些都可以作为编块 这个录音文字 它是我现在刚才给大家剪的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凯书这个 课款的一个刀方式 好 现在为大家就是创作一方一版 让大家看到一个完整的 撞课的创作过程 下面为大家 成为撞课的一个完整过程吧 比如说咱们首先撞课第一点是什么 比如说咱们要选定一个内容 内容今天咱们撞课 那就撞课两个字吧 首先要查字 查字的话 比如说你想设定一种风格 比如说你想课战国狗喜啊 汉印啊 或者是隋唐观印啊 还有明清流派或者原住文 首先确定一种风格 确定一种风格之后 再要从字典里选择这个时期的传书 之后进行你自己的这种印画方式 比如说咱们今天就课一个汉印吧 汉印的这个传课两个字 首先咱们大多数查的话 首先用说文解字 查到撰和刻两个字的写法 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小撰的写法 我在这写一下 再看一下 小撰的这种 包括这种结构啊 在我唯一面比较流畅的 线条也是 大家要说文言论 这个汉印首先是在这个 小撰这个基础上 咱们进行方折 咱们可以看一下不同时期的 这个有汉代的传书和这个 小撰是在琴代产生的 所以汉代的传书和这个 琴代这个传书 此以时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汉代讲究这种方证 是吧 这个传 刻也是 在这个基础上都是相对比较远转 嗯 这个是啊 嗯 嗯 啊 专法基本结构啊 它这种都是 大致相同的 只是 每个时期 啊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每个时期啊 由于审美 和这个 使用这个方式不同 所以他产生不同的结构 这是 比如说这小段子还有这个比如大庄上的基因纹 每种都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 大家看一下就会发现 这个每个时期 都会有一个明显差别 发现金文大传在战国时期 或者是西周 从周开始 它用的文字是简而古 但琴统一文字之后 这个传书是什么呢 是这个书写讲究流畅生长 这个还是要唯美 汉代讲方正 现在我把这个字 它给大家写上 撰刻首先是 是法来要把它反写上去 咱们写的这个内容 这个撰刻 选择这两个字的话 咱们可以刻一种 汉代的一种叫玉印风格 是专门刻在这种玉上 古代能够使用玉的 这个都是基本都是这个叫什么 贵族或者是皇室 其他人是不能用的 所以玉印这种风格 它典型特征 有一种雍容 典雅 而且端庄 基本的特征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撰刻和这个 和咱平时写的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要把它反写上去 要反着的 这样的话写上去才正 这个撰刻这种书写 要学会写这种法子 就是说你看到它之后能把它直接能够有这种反写这种能力 不错 我们接着把这个稿再完整勾一下 大家可以先写着搭配 首先比如画印把这个具体它是比较短正 可以把有些笔画让它整个线比较完整 有的时候是这样 咱们写这个印章的时候 有时候正的时候可能看的未必那么清楚 把它调过来 调了写的话能把有一些地方外的地方看得到 稿基本上就写好了 就可以开始进行课 这个刻的过程是这样 首先咱们如果要是基础比较好 可以直接拿着刻 如果是刻到手的话 可以用一个印床 印床进行辅助一下 咱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结构 有些地方可以实现把它勾得更准确一些 写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因为这个印稿是基本上 是把你的所有的这种想法啊 还有一些认识都表达这个印稿上 刻的时候大家可以大胆 大胆进行刻 这个用刀一定要稳准很 这样的话 表达这种线条的质感会更好 开始啊 首先咱们比如说这种线条啊 它是比较光洁的 咱们可以采用这种冲刀的方式啊 这个用刀首先要一致 比如说咱们磕痕的时候 都要把这个痕磕就磕 磕瘦的时候就磕瘦 这样会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那种秩序感 看一下啊 这种就是冲刀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冲刀里边没有包含任何这种 别的动作啊 就要有冲刀的 绮tte 在这边磕树 大家可以这行这边磕树 树这种秩序感和排列 大家一定要一刀一刀的 每一刀都让它表达清楚 在这里做什么 要是 来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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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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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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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是要点,像这个蜻蜓点水一样 它原来这个叫痘印,有这个称呼的痘印 像痘小孩一样,痘 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你一定要打的薄一点 薄一点,咱可以 看一下 带的不清楚啊,他们可能用这个 可以用笔啊,或者是这种平的类的刮广 让它清楚的啊,可以看一下 这是初步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点啊,就是石头上自然有的这种 这个崩裂的效果啊,包括整个这种秩序现在已经出来了 现在就是说咱们可以根据有些线条的轻震管 重新调整一下啊 擦一擦 之后咱们修改印的 我还能够 那一个 什么 有 Depending 中文的 刀 包括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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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多数会呈现这种燕尾状的形状 这是一个预印线条的一个典型特征 所以咱们用同样的方式复原 无论是它这个线条的质感 还有重要是咱们这个写转 写转书这个转法 转法是艺术风格的最直立的来源 如果你转法贵了 这种艺术风格就会更准确 写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再看一下,基本上咱们第二遍,具体小的地方还有一点点 课出之后再看整体效果 这个可能还要再进行调整,进行最后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解构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要来的有的残破,那咱们要通过咱们这个课的方式把一些轻重关系重新调整到位 咱们再进行最后一步调整吧,一般进行前两步之后初步是把整个这种结构表现出来 第二步是把这个有些线条锋码,就是整个的让它保持一致 第三步就是整体的一个具体,就是刚才谈到的一些做残,让它整体的这种结构和锋码 看一下 看起来基本前是完成了,咱们可以可以细节的地方再进行调整一下,有些笔画,像这种笔画这个地方,圆壮的地方可差点,包括... 有些缺角的地方 咱们再捧一捧 残破的地方 残破的地方可以通过啥 比如说有些地方可以进行 让它更残破 稍微更加厉害一点 让它会鼓 我可以挑上一下 这种笔花特别近的 如果感觉特别密的 大家可以进行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笔花 可以把它并比 这种并比的话有的时候 是为了追求这种 整体上效果的这种 整体上这种 使这个空间更饱满 上面 这种在设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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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美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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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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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